受影响的Meta用户的账号全部被登出 输入证券密码也无法登入 故障持续三小时到美东下午一点左右 陆续恢复正常 故障原因不明 当机事件发生后Meta股价应声下跌 Meta上次收盘价为498.19美元 5号以495美元开出后 盘中最高来到495.58 但在旗下FB IG Threads Messenger 纷纷传出服务中断的灾难之后 股价暴跌 最低刹到488.10 下跌超过2% Meta并不孤单 当机侦测网站Dumb Detector显示 影音平台YouTube在10点左右 也陆续收到无法观看的回报 原因不明